这里是FM98.198新闻台 欢迎你收听旅游将晚节目 我是居家旅游庄丽 那如果从中部这样绕一圈 印度那么大 不是只有德里 也不是只有金山脚 那我们就是会被误导 因为我们一直以为 印度只有去看太极马哈林而已 不对啊 这个都不对啊 就像各位到了台北 然后就看了这个所谓的故宫以后 然后就以为台湾已经看过了 不对啊 还有中部还有南部 所以我们如果要到印度的中部 要到印度的南部 那个东西更是多的 让各位怎么样 叫做increble 那个叫做赞叹 因为你要去看他们的文明 看他们的所谓的自然的风光都有 尤其到了中南部 当然也有很多的所谓的 皇宫式的住宅 或是叫做住宿也好 那各位有没有听过 或是去看过一片电影 或是一本书 各位可能很了解 因为这是我们的光荣 这个叫做少年屁 应该不是少年派吗 他本来的名字叫做屁 后来他的数学老师认为 这个听起来不大好听 所以跟他改成叫做派 数学的派圆周率 所以在这么的一个角度之下 结果我们拍电影的地方 其实就在南边的印度 我们讲少年派 80%在哪里 80%在台湾 然后20%在南印度 但是中部的印度 跟南部的印度 它也蛮大的 并不是我们说你要到你就到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还是请教我们的专家 这个Mark 如果我们到中部 先从中部 那要看些什么会比较好一点 好主持人 各位各位听众朋友 阿诚如刚才 刚才庄老师讲的 就是说 其实太基马哈林 再怎么分 只能用四个事情 我们叫做白看不厌 你再怎么看都不厌 你去到这个地 太基马哈林 几乎都等于只回票价了 不过在印度这么唐纳的一个面积底下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值得去探讨的一个地方 我现在大概跟各位做一个报告的 我们其实印度主要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景点的一个 最丰富的一个景点 就是有一个省 叫做拉加尼亚省 拉加尼亚省的省会是在捷普 不过它另外两个更重要的一个城市 一个叫做纠德普 纠德普这个城市 另外一个叫做乌代普这个城市 这个分属于拉加尼亚省第一 跟第二大的一个城市 他们呈现出来的 如果说各位对印度文化 或者是印度教有兴趣的这些 这些朋友们 其实这些地方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地方 因为不管他们的一个 各位也知道 就是在印度这个所谓的一个 总性制度就是它历史的一个传承的一个非常糟糕 其实不是很好的一个阶级 这种所谓老百姓阶级区分的一个制度 其实最极致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城市 尤其是在九德普这个地方 因为它呈现出来几乎都是所谓总性制度 比较中高阶级的那一些制度的一些 一些所谓的老百姓都往那个地方 所以说呢 它相对呈现出来的会比一般 各位如果说对印度其他景点呢 会比较高一点的一个所谓的景观 或者就是说呢 比较有规模的景观呢 会在这两个城市呢 呈现的非常丰富的一个东西出来 尤其是在九德普这个地方 因为它整片一个很有特色 它九德普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所谓的蓝城 而所谓的蓝城就是它几乎都把自己的建筑物的屋顶 刷成一个所谓的蓝色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要刷成这个蓝色的一个部分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要凸显出来 它在历史传承的一个总性制度上 它是所谓中高阶层的 它是所谓的波罗门 它是沙地利的这种阶层的一个 比较高阶层的一个东西 它区隔它要跟中低阶层所谓的守陀螺 这一般的奴隶阶层 或者是呢 连阶层都排不进去的一个所谓的建民 做一个气氛 所以它把自己的建筑物刷成蓝色 表示我是中高阶层的一个人 不过呢 整个城市全部都漆成蓝色的时候 那相对呈现出来的人文 或者是自然景观的一个风貌 会非常非常的特殊 所以说我非常建议各位 如果说您时间充足的话 所谓的九特浦跟乌代浦 另外一个部分叫做乌代浦 乌代浦呢 它另外一个代号就叫做白城 这个地方呢 更能够凸显出来 印度中高阶层 尤其是所谓的王公贵族阶层的一些 一些当时非常盛行的一些建筑物 那边会呈现更多样 更丰富的一个所谓的王公贵族 呈现出来的一个建筑物呢 非常中文 非常好看的一个 一个人文丰富的一个城市 所以说这两个地方 我建议各位不要去遗漏掉 如果说遗漏掉的话 非常非常的可惜 那在南部呢 不是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呢 叫做梦买 因为这个梦买呢 这个城市呢 各位呢 可能会想象不到 如果你去过这个城市以后呢 你会很压抑 因为呢 它现在呢 已经非常的进步了 已经叫做进步了 但是呢 在这么进步当中呢 是不是我们到这个王贵呢 是不是还有什么可看性 主持人 其实梦买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用印度的角度 去看这个梦买的话 它刚好是一个所谓的古典 就是老老老老老时代 古古代留下来一个传承 再加上一个现代化冲突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方 叫做梦买 所以它算是一个转立的一个角度点来讲 应该算是历史的一个转立点的一个非常呈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大家很古老时代留下来的一些 现在目前呈现出来最明显的一个状况就是所谓平民窟的一个区域 你看到那个东西 你看到那个东西你会觉得就是说印度以前的一种历史上的一个伤痛跟悲哀可以看得非常的明显 不过相对另外一个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呢 印度非常非常现代化非常非常奢华的呈现出来的一个景点 也是在梦买 所以说这个这个城市一个非常冲突的一个城市 不过呢你呈现出来的风貌对我们以所谓的旅客 旅游的观光客来看的这个角度的话 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城市 很值得去探讨的一个城市 它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印度呢 其实应该算是三大城市里面的一个人口非常多的一个城市 各位对孟买的印象应该是在电影当中 你可以去感受到孟买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在呢所谓的人文的展现出来呢 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孟买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孟买应该是算是在印度中南部来表 一个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城市 所以说呢我认为孟买你可以演出很多很多古代的 也就是所谓跟跟一般历史非常有有千年的 包括那两个石窟 阿江达跟阿罗拉这两个石窟是非常著名的 所以你看呢在孟买呢你到市区呢 各位有没有看见那个白范乌翁呢 然后呢如果呢你要到古文明 就是说要走一点宗教的话呢 那建议各位呢去两个佛窟呢 应该叫石窟啦 一个叫阿杰达 一个叫阿罗拉 你会发觉到呢一个呢叫做远古 一个呢叫现代 那种冲击呢对你来讲应该呢是再来一次的叫做 是细圆的叫做远古 有点远古 识圆的叫做远古 When she was just a girl She expected the world But it flew away from her reach So she ran away in her sleep Dream of para, para, paradise Para, para, paradise Para, para, paradise Every time she closed her eyes When she was just a girl She expected the world But it flew away from her reach And the bullets catching her teeth Life goes on, it gets so heavy The wheel breaks the butterfly Every tear of waterfall In the night, the stormy night She closed her eyes In the night, the stormy night Away she fly Dream of para, para, paradise Para, para, paradise Para, paradise Dream of para, paradis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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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gonna be paradise It's gonna be paradise It's gonna be paradise Oh It's gonna be paradise